2012年,美国犹他州盐湖城,15岁的安妮卡斯波扎克匆忙换好衣服,从床底下拿出一个提前准备好的背包,在枕头下塞了一张纸条,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间,悄悄离开了家。 这个她在过去五年里一直感到满足的家,如今她却要离开,满心期待着快乐的未来,但她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就在几分钟后,她将会死亡。 安妮这姑娘,1997年1月10日出生在犹他州盐湖城,那可真是一出生就掉进了烂摊子。 亲生父母不靠谱,小安妮就跟个皮球似的被送进了寄养系统。 而且这丫头也实在倒霉,9岁之前就被推货了9次,简直比超市里过期的商品还不受待见。 这么多次被推货,安妮这心理防线都可赶上长城那么坚固了,每到一个新家庭,她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非得把养父母遮通的晕途转向才罢休。 其实呢,这小姑娘心里就盼着一个是,有个安稳的家,有人真心疼她。 可惜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去了解这个问题少女。 大多数人觉得,与其费尽巴拉的教育她,还不如直接把她送回孤儿院来的痛快。 就在安妮觉得自己这辈子注定要当孤魂野鬼的时候, 维洛妮卡卡·斯珀扎克出现了,这位大姐在犹他州儿童与家庭服务部门工作,专门给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找新家。 维洛妮卡可不是一般人,那心简直比圣母玛利亚还善良。 在她眼里,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好日子,管你是熊孩子还是小天使。 维洛妮卡和安妮那是一见如故,两人就像失散多年的母女。 维洛妮卡看着这只小姑娘受的苦,心里那个难受。 2007年1月,维洛妮卡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她和丈夫丹妮斯一商量,决定把安妮领回家。 当时安妮已经十岁了,领养手续办完的时候,卡斯珀扎克家已经有两个小儿子了。 全家人对安妮的到来那叫一个欢天喜地,简直比过年还热闹。 安妮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有了不会抛弃她的父母,还有两个把她当成宝贝的弟弟。 这姑娘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那种感觉比中了五百万还兴奋。 第一次出去度假,第一次收到一堆圣诞礼物,第一次体会到父母的暗示啥滋味。 安妮这回可算是尝到甜头了。 虽然后来维洛妮卡和戴妮斯离婚了,但两人还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戴妮斯经常来看孩子们,参与他们的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维洛妮卡又嫁开了詹姆斯·布拉车。 他们带着孩子们担到了犹他州里福顿市的一个安静郊区,丹妮斯·卡斯·布扎克也在昏了。 安妮经常去看望养父和她的新妻子。 这下好了,安妮一下子有了两个家,两边都把她当成宝贝疙瘩。 维洛妮卡的新丈夫詹姆斯·布拉车,那是把安妮宠上了天。 这姑娘说啥是啥,詹姆斯二话不说就答应。 有一次,安妮在鞋垫里看中了一双亮红色的运动鞋,那个眼神,简直比厄兰看见肉还渴望。 詹姆斯二话不说,情人节就把鞋子送给了安妮。 2012年的时候,安妮已经15岁了,在德雷波市的萨比特学院上高一。 跟大多数青少年一样,安妮喜欢听乐,跟朋友们混在一起,还特别喜欢小动物。 学习成绩也不错,梦想着长大后当个心女治疗师,她想帮助那些和她小时候一样遭遇不幸的孩子们,就像维洛妮卡妈妈帮助自己一样。 安妮这人,可藏不住事,喜欢啥就是啥,讨厌啥就是啥,从来不遮遮掩掩。 要是被什么东西或者谁迷住了,那就跟中了鞋一样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到了青春期,安妮也开始谈恋爱。 她有了个男朋友对男友十分痴迷,整天魂不守舍的。 按她的说法,那小伙子对她也是一往轻生。 2012年3月10日,安妮在家照看弟弟们,维洛妮卡和詹姆斯出去吃晚餐了。 大人们回来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安妮回房间听音乐去了,维洛妮卡去洗澡,詹姆斯在给小男孩们哄睡觉。 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周六晚上,谁也没想到会出什么岔子。 维洛妮卡洗完澡,想去安妮房间道个晚安,结果一看,安妮不在房间里。 维洛妮卡叫来詹姆斯,两人开始满屋子找人。 据说,他们以为安妮在跟他们开玩笑,躲在哪个角落看他们慌张的样子。 但是詹姆斯在安妮的床上发现了一封信,就藏在枕头底下。 这封信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 安妮说自己犯了个错,对妈妈和朋友们撒谎。 现在她觉得很内疚,决定去加利弗尼亚逃避。 她说自己撒谎只是为了博取同情,现在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了,请大家不要找她。 原来在大约一个月前,安妮第一次和男神发生了亲密关系。 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自己怀孕了,还把这个消息到处宣扬。 后来她做了测试,结果是阴性。 而且在这之后,安妮还开始吃碧晕药。 安妮从小就梦想着有自己的家庭,在那里,她会比什么都爱自己的孩子。 她把自己的愿望当成了现实。 安妮并没有怀孕,但还是对朋友们撒谎说自己怀孕了。 虽然现在她有了一个很棒的家庭和很好的父母, 但童年的苦难在这个少女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看完信,维罗尼卡和张斯立刻报了警。 等警察来的时候,父母俩开始给安妮所有的朋友打电话, 想弄清楚她可能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 天黑了,他们还联系了克里斯。 她是安妮的男朋友,全名叫克里斯托弗巴格肖。 人是在数学课上认识的,然后开始聊天, 最后发展成了一段断断续续持续的一年半的恋情。 安妮不仅仅是喜欢,简直是痴迷这个男孩。 可克里斯说不知道安妮在哪里, 但安妮提到过要和一个叫LJ的人私奔。 这个名字对安妮的母亲和继父来说都很陌生。 很快,警察来到了卡斯珀扎克家,准备立案。 警察正在和威罗尼卡交谈的时候, 詹姆斯通过一个特殊的应用程序, 追踪到了安妮手机的位置。 从移动速度来看,这姑娘是坐车在移动, 然后,手机信号突然消失了, 很可能是被关机了。 警察在寻找这个离家出走的女孩时, 威罗尼卡拿着安妮的照片, 去了手机信号最后出现的地方附近的超市。 心机如焚的母亲在超市停车场转悠, 给路人看安妮的照片, 问有没有人见过这个女孩。 可惜一无所获, 威罗尼卡只好回家, 不停地给安妮打电话, 但所有的电话都直接转到语音信箱了。 父母俩吓坏了, 他们安慰自己说安妮只是个少女, 她会晚一会儿就回家的。 但是内心深处一个可怕的想法悄悄冒了出来, 他们可能再也遣不到自己的大女儿了。 不幸的是, 他们最坏的猜想离世时并不远。 第二天, 也就是2012年3月11日, 911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这个人在河边慢跑时, 注意到德雷坡市乔丹河上的一座人心桥上有血迹, 这哥们一开始以为是动物邪, 但在水边发现了一只也沾着暗红色东西的鞋子, 于是决定报警。 专家们赶到现场, 检测了血迹, 确认是人性。 警察立即开始搜索河流, 有些警察在岸边的灌木丛中搜寻, 还有警察直升机在空中巡视。 直升机飞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在发现鞋子的地方北边约一英旅处。 警察发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 卡在河里的树枝间, 她穿着红白相间的衬衫, 脚上穿着一只红色运动鞋, 和那个慢跑者发现的鞋子很像。 浅水员被派去打捞这具伤痕累累的尸体。 当尸体被拖上岸时, 人们看到她脸上有严重的瘀伤, 很明显遭受了严重殴打。 随后的事件确认死因是顿气造成的面部床伤。 女孩的前额有多处骨折, 鼻子几乎完全消失。 女孩的脸被打得面目全非, 根本无法辨认。 她的一个指甲弯曲了手上的伤口, 表明她在预袭时进行了自卫。 媒体报道说, 死者是一名二十多岁的亚裔女性。 维罗尼卡和詹姆斯看到新闻报道, 觉得这个描述和他们的女儿不符。 但是警察随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分享了一些调查细节, 希望有人能通过死者的衣服或鞋子认出她。 维罗尼卡和詹姆斯一看到那只红色运动鞋, 立刻认出来了。 那正是詹姆斯一个月前在情人节送给安妮的鞋子。 维罗尼卡立即给妈妈打电话, 让她来召开男孩们。 维罗尼卡怀疑自己的女儿可能不再认识了。 虽然安妮和河里发现的受害者描述不符, 但她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这姑娘曾经切除过胆囊, 留下了疤痕, 她还戴着牙套, 一切都对上了。 随后的DNA分析准确地确认了这具尸体, 就是离家出走的安妮卡·斯珀扎克。 之所以无法辨认, 是因为尸体脸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从那一刻起, 对安妮蓄意杀害的调查开始了。 锦他们试图从死者的朋友和家人那里收集锦可伦多的信息, 执法人员还搜查了安妮的房间, 寻找任何可能有助于破案的线索。 调查人员仔细检查了安妮的日记, 里面反复提到她对克里斯巴格肖的爱。 这姑娘描述了她多么想在自己生日那天怀伤克里斯的孩子, 详细讲述了她如何梦想着拥有童年时没有的家庭。 日记里还有一篇2012年3月1日的记录, 安妮写到她怀了克里斯的孩子。 这条信息引起了锦他们的兴趣, 因为显然安妮并没有怀孕, 她做过测试, 正在吃避孕药, 还在给父母的信里承认自己撒谎说怀孕了。 时间也证实她没有怀孕, 所以这条日记很可能只是安妮的一厢情愿, 但也表明, 这姑娘对有个孩子的渴望, 简直比渴了三天的木头还要强烈。 维罗尼卡和詹姆斯告诉警察, 他们和安妮的男朋友克里斯聊过, 这小子说, 安妮打算和一个叫LJ的年轻人私奔。 3月14日, 警察自然而然地去问华克里斯, 因为这小子还是个未成年人, 才14岁, 所以他爸爸达尔文全程陪同。 克里斯告诉调查人员, 他和安妮在悲剧发生前一周左右发生过一次关系, 一般一个月见个两三次面。 这小子对安妮怀孕的是心知肚明, 但坚持说孩子可能是LJ的。 据克里斯说, 一个月前安妮到处宣扬自己怀孕了, 因为他和一个17岁的叫LJ的家伙睡过。 克里斯说, 安妮在去年11月偷偷把LJ带到他父母家, 但不想让父母知道。 克里斯自己从没见过这个LJ, 只是从女朋友那里听说过。 审讯期间, 警他们问了克里斯一些例行问题, 比如他最后一次见安妮是什么时候。 克里斯说是周三或周四, 但他们在周六晚上, 也就是安妮失踪那天通过电话。 警察还问克里斯周六在哪? 这小子说他本来想和朋友出去玩, 但那个朋友不在家, 所以他就在奶奶威尔玛家过夜了。 克里斯的父亲达尔文和奶奶威尔玛都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 克里斯巴格肖在案发当晚有了个铁板钉钉的不在场证明。 这小子同意提供DNA样本, 还有他周六晚上穿的所有衣服和鞋子。 克里斯提醒调查人员, 他的鞋子上可能有几滴血, 他说最后一次见安妮的时候, 他鼻子开始流血, 有些血滴到了他的运动鞋上。 他们当时在他朋友斯宾赛家, 警察自然是把一切都查了个底朝天, 朋友斯宾赛讲了同样的故事。 顺便说一句, 这家伙也有不在场证明, 他和哥哥在健身房, 他对AOJ也一无所知, 从没跟他说过话, 也没见过面。 所以他提供不了任何额外信息。 这回所有的线索都指向AOJ, 但警察对这个家伙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他的权名, 也不知道从哪找他。 他们只知道安妮爱上了一个不靠谱的人, 这人可能夺走了他的生命。 听他们又回到卡斯珀沙克下, 重新检查了死者的房间和日记, 他们还真找到了AOJ确实存在的证据。 安妮写了一首诗线给他, 还写了他的全名。 所以现在警探们知道AOJ是LionGender的缩写, 但是即便知道了全名, 警察还是找不到这个人, 这在或在任何警察系统数据库里都没有记录。 所以当局决定再开一次新闻发布会, 试图找到任何嫌疑人, 目击者, 或者了解LJ的信息。 这一招还真管用, 一个证人站了出来说认识这个人, 证人名叫乔安娜·富兰克林, 他因为诈骗罪在临近的西约丹师被捕。 据他描述, LJ看起来大约19岁, 个子不高, 拉丁硬, 但皮肤看起来比较白。 乔安娜还声称他目睹了安妮被杀害的全过程, 如果能获得豁免权, 他愿意把所有细节都告诉警察。 据乔安娜说, 他们当时在一个31岁的非法物品经销商丹尼尔费利的家里, 这家伙是个帮派成员, 有长长的犯罪记录, 所以执法部门对他很熟悉。 周六晚上, 安妮和LJ来到那里, 他们在某个时候躲进了浴室, 之后房主说他也想和安妮单独相处。 这姑娘笑着拒绝了她的嗜好, 结果这家伙一把掐住她的脖子, 把她推到墙上, 力道大的让她的鼻子, 嘴巴和耳朵都喷出了血。 乔安娜想过去帮安妮站起来, 但被人拦住了, 还被赶到另一个房间, 等她回来时, 安妮已经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脸色苍白。 三个人, 房主丹尼尔, LJ和另一个男人, 把安妮抬进车里, 开车带走了。 乔安娜能详细描述安妮的衣服和鞋子, 就是她被发现时穿的那些, 但从没叫过她的名字, 只是讲述那天晚上的细节, 提到那个女孩。 几个小时后, 那些人回来了, LJ的女朋友没跟他们一起。 当乔安娜问她去哪儿了, 房主说那姑娘去游泳了, 警察获得了搜查令, 去搜查发生这房子, 但他们发现里面刚刚进行了 粗略的装修, 墙壁被匆忙粉刷过, 地板覆盖物被拆除了, 但门上还有看起来像血迹的红色污渍。 这一切都证实了乔安娜的说法, 丹尼尔立马被逮捕并带去问话, 这家伙声称自己既不认识安妮也不认识LJ。 当警察给她看安妮的照片时, 她还把安妮认成了别的女孩。 然而, 丹尼尔费林类夫样子并没有让警察相信。 当被告知照片中的少女被残忍殴打, 并被丢在河里等死时, 这家伙立刻要求见律师。 当局有乔安娜·富兰克林的证词, 有一间匆忙装修的公寓, 还有门上的续迹。 但所有的假设都被法医检查给打破了, 结果显示丹尼尔费林家门上的污渍根本不是血, 而且还查明在安妮遇袭的那天晚上, 这家伙根本不在现场, 所以除了证人的陈述, 没有任何证据将她与袭击安妮的事联系起来。 几个月过去了, 警察还是没找到针对丹尼尔的新证据, 警察决定再次询问乔安娜·富兰克林, 这女人坦白说她试图指控丹尼尔只是为了报复她。 事实上, 那天晚上乔安娜确实目睹了一起袭击和绑架, 但情况有些不同, 丹尼尔费林并没有参与其中。 为了让她的故事听起来可信, 乔安娜研究了安妮的案件, 改变了一些细节, 加入了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衣服和鞋子的描述。 半年3月3日, 警察局完全喜庆了丹尼尔的嫌疑, 警探们又回到了原点, 他们花了真正一年的时间寻找证据, 结果一无所获。 安妮的案子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毫无进展, 没有新的嫌疑人, 案件从一个警探手里转到另一个警探手里, 因为最初负责调查的警探在执行公务时不幸牺牲, 所以她所有的工作都付诸东流。 这位调查员掌握的大部分信息都随她而去, 案件被转交给了警探杰奎林摩尔, 她手头只有官方文件。 杰奎林一时间理不清头绪, 与此同时, 安妮的家人发起了一场公众运动, 他们在媒体上露面, 举行示威, 在安妮遇害一周年时, 在她被杀害的桥上组织了新闻发布会。 父母想给当局施加压力, 告诉公众这个案子还没有破获, 他们还悬赏, 希望能得到任何有助于找到凶手的信息。 警探杰奎林摩尔不得不独自应对这个新案子, 她重新审视了所有收集到的证据, 重新进行了审讯和搜查, 试图找出之前可能被忽视的任何线索。 杰奎林重新检查了安妮卡斯·波扎克的个人日记, 发现这姑娘对克里斯简直是痴迷到了骨子里, 迷恋程度简直比中的血还厉害, 每页都写满了克里斯的名字。 警探杰奎林看着这满满当当都是克里斯名字的日记, 心里不禁感叹, 这姑娘咋就这么死心眼呢? 接着, 杰奎林检查了爱妮死亡当天的电话记录, 发现她和克里斯之间有多次通话之后, 还有三个来自被屏蔽号码的电话。 向电话公司查询后, 清楚地显示, 克里斯·巴克肖也是从被屏蔽的号码打来的, 看来整个晚上他们都在打电话, 吵架, 挂断, 然后立即又打回去。 这个发现石井探更仔细地审视克里斯的电话记录, 最终揭示出她的父亲达尔文和奶奶威尔玛向警察撒了话, 他们给克里斯提供了一个假的不在场证明, 声称克里斯晚上7点45分到了奶奶家, 整晚都待在那里。 她父亲达尔文还说11点30分看到她睡在威尔玛的沙发上, 但克里斯的电话记录显示, 她奶奶在午夜左右给她打了几个电话, 然后她在凌晨1点左右回电话, 这可就奇了怪了, 如果孙子就睡在隔壁房间的沙发上, 给她打电话不是很奇怪吗? 就算她醒了, 他们不是在同一个房子里吗? 为什么不直接去跟她说话呢? 很明显, 这里面有猫腻。 警探杰奎林重新审视了克里斯所有的警察文化记录, 发现笔血的故事漏洞百出。 克里斯说她鞋子上只有几滴血, 但法医报告显示, 鞋子上的安妮的血比几滴要多得多。 不知为何, 之前的警探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 可能是相信了克里斯的朋友斯宾塞正式的笔血故事。 杰奎林检查了斯宾塞的审讯记录, 注意到在某个时候, 调查人员检查了这个少年的手机通话记录。 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一条来自克里斯巴格肖的奇怪短信, 他告诉朋友警察应该会来找斯宾塞, 他需要验证安妮笔血的故事。 事实上, 斯宾塞那天晚上睡得跟猪一样, 什么都没看见, 但克里斯求他帮个忙, 这哥们只是告诉警察安妮那天晚上确实流鼻血了, 但这根本不是真的。 警探杰奎林抓住这条短信不放, 把斯宾塞叫来问话, 这小子立马就招了, 承认自己撒谎, 他根本没看到安妮有什么问题, 只是相信了他朋友的贵话。 为了更深入地调查这个案子, 警探杰奎林跑去和死者的几个朋友和亲戚聊了聊, 结果听到了一个惊天大瓜, 原来根本就没有LJ这个人。 安妮的一个朋友透露, 这其实是安妮给他男朋友克里斯巴克消气的外号, 所以警察们找了几个月的神秘人, 其实一直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而且还是第一个提到LJ的人。 这小子演技可堪比奥斯卡影帝, 不过这些信息还不足以证明克里斯和安妮的私有关。 所以警探杰奎林自掏腰包参加了一个追踪手机的研讨会, 他接受了专业培训, 还联系了一位专家, 他们一起组装了设备, 分析了克里斯巴克消成千上万个电话和短信。 在这堆通话记录里, 有一个电话特别引人注目。 2012年3月10日晚上9点, 也就是安妮三明的那个晚上, 克里斯的手机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人是安妮的妈妈维罗尼卡。 她看了女儿的留言后, 正在给所有朋友打电话, 原来安妮那天早上跟妈妈说, 她男朋友克里斯建议他们一起私奔。 维罗尼卡当然是第一个打给克里斯, 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留了。 维罗尼卡无意中得案子提供了一个重大突破, 当维罗尼卡拨通女儿男朋友的号码时, 克里斯的手机同时被四个不同的信号塔接收到。 这意味着这四个信号塔的信号强度几乎相同。 警探杰惠林和他的助手们开着车在这些信号塔周围转悠, 试图找到一个能同时接收到所有四个信号塔信号的地方。 结果发现只有一个地方符合这个条件, 那就是乔丹河边, 正是安妮丧命的地方。 看来2012年3月10日晚上9点, 克里斯巴格肖就在河边那个区域。 这回, 这小子已经和他妈妈搬到科罗拉多州的大张客身去了。 2014年10月, 克里斯被引渡回犹他州, 他还在坚持自己是无辜的。 审判定在2016年3月, 克里斯将以未成年人的身份受审。 这基本上意味着, 即使克里斯被探有罪, 他也只需要坐四年牢, 到21岁就能出来。 这小子被关在韶关所里等待审判。 在那里, 他向另一个囚犯坦白地关于安妮之死的事, 还透露了所有可怕的细节。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克里斯对安妮到处散布怀孕的谣言, 感到很恼火。 他可不想这么年轻就当爸爸, 更不想为这个女孩和孩子负责。 克里斯对安妮并没有多深的感激, 使安妮一直在纠缠他们的关系。 那天晚上, 克里斯联系安妮, 约她在乔丹河边见面, 说要一起私奔。 安妮从父母家溜出来, 兴高采烈地跑去赴约, 以为会见到她心爱的人。 结果呢, 等待这个心腹的安妮的不是一个吻, 而是几下重击。 克里斯拿着铁铲, 对着安妮的头就是一顿猛砸, 直到把她的脸砸得面目全非。 当安妮失去知觉后, 克里斯把铲子放在她脸上, 然后踩了上去, 直到安妮咽下最后一口气。 安妮虽然拼命反抗, 但可惜克里斯力气太大, 最后还是把她活活打死了。 然后为了处理尸体, 她把安妮扔进了水里。 这些信息被传达给法医后, 她把事件结果进行了对比, 伤害完全符合犯罪描述。 这起事件震惊了整个社区。 考虑到充手和受害者的年龄, 法院批准了将克里斯巴格肖 作为成年人审判的动议。 就在审判开始前一周, 她把自己的辩护从无罪改成了有罪。 她的律师倒数法庭, 克里斯想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 在量刑听证会上, 克里斯向安妮的家人和自己的父母盗窃, 她努力表现出懊悔的样子, 可很难相信她真的感到任何内疚。 2016年2月, 18岁的克里斯巴格肖承认犯有一级重罪谋杀罪, 承认与安妮卡斯·波扎克之死有关。 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 她碰过认罪协议避免了审判。 克里斯巴格肖被判处终身监禁, 至少复兴15年。 她将在2034年有资格获得假释。 克里斯的父亲达尔文·巴格肖和奶奶威尔玛 因妨碍司法和作伪证被起诉, 他们获得了缓刑。 一个人要多么冷血和冷漠才能杀害一个你交往了一年半, 还以怀了你孩子为荣的女孩生命。 本质上说, 克里斯杀死安妮的时候等于是杀死了两个人。 这起案件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安妮这姑娘秘密多舛, 毫不容易找到了幸福, 却被这么个丧心病狂的家伙给毁了。 这克里斯简直就是个杀人不用刀的恶魔, 把一个花季少女的生命就这样残忍地夺走了。 咱就说, 要是安妮一开始能看清这小子的真面目, 那该多好。 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对于这个案件, 大家可得长点心, 谈恋爱的时候可得擦亮眼睛, 别被那些表面的东西给骗了。 不然, 说不定下一个悲剧就落在自己头上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大家有狭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